我们即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今天下午的第二场比赛 御龙常规赛五班赛时45分以下 1100名比赛的亮相环节 本场比赛开闸的时间是下午的2点30分 奖金是5万元人民币 第一名可以拿到50%的奖金 第二名是20% 第三名15% 第四名10% 第五名是5% 本场比赛原定出赛和亮相的马匹一输 一共有10匹 但是三号马 御龙神秘在赛前的燕马环节 发现右后腿博形提请赛事部 所以说是已经通过了 做出了这个退赛的申请 所以本场比赛即将亮相和出赛的马匹数 只剩下9匹 分别是10号马掌声响起 2号马永不屈服 4号马俊兴7号 5号马彩色周末 6号马勇者无敌 7号马海鹏 8号马金玉满堂 9号马吸水长流 以及10号马红衣圣女 好 马匹出发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是 14号马俊兴7号 俊兴7号领先优势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是8号马金玉满堂 金玉满堂的领先优势就在半个马位 在这旁边是外扎是2号马 永不屈服紧紧地追着 紧紧地追着金玉满堂 现在还是金玉满堂排在比赛最前面 现在金玉满堂已经被2号马 永不屈服超了过去 永不屈服的领先优势大概 现在是一个马位左右 现在是旁边有另外的一匹马 是5号马 彩色周末现在开始跟着上 两匹马是斗士斗影排在比赛 前两位现在开始入弯 现在是永不屈服对彩色周末 两匹马几乎是并投往前冲 现在可以看到最外蓝的是 5号马彩色周末 现在以1个马头的趋势 在外蓝是有一点点优势 但是在内蓝的2号马 永不屈服跟他名字一样 永不屈服要率先入弯了 最后的400米之前冲服 可以看到是黄色彩帽的 永不屈服是率先入弯 在他的旁边是5号马彩色周末 彩色周末在赶 彩色周末跟他的差距 还是非常非常小 这时候看到内蓝有一匹 有一匹马是冲了过来 现在还是排在比赛 最前面的还是2号马 永不屈服 能不能像他名字一样的 永不屈服一路到底呢 在他旁边的彩色周末 还是在追 这时候内蓝有一匹 是9号马细水长流冲了过来 细水长流冲过来 是一个马位 半个马位 9号马细水长流 率先冲过比赛终点 第二个过线是 铜马房的1号马 掌声响起 第3名是9号马细水长流 骑师赵年华 练马师牛文广 第二名是1号马 掌声响起 骑师曼尔耿 练马师牛文广 第三名是2号马 永不屈服 骑师是秦昭辉 练马师何江寿 恭喜获得前3名的 骑师练马师 马祖和马匹